当你听到公共电话亭里响起铃声时 你会怎么做 可能是有人打错了 不去理他 但也会有人很好奇 下意识接起来 然后就开始了让人毛骨悚然的谈话 而小白就是这个下意识作祟的人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走进电话亭 摘下结婚戒指 为了避免内心不安 做足了仪式感 准备给自己的小蜜打个电话 为什么要在电话亭 因为没有通话记录 老婆查不着啊 刚拿起电话 一个外卖小哥敲了敲门 说是来送外卖的 这什么外卖还往电话亭送 小白以为是个找茬的 随便塞了五块钱 让他自己点个以送达 就给打发走了 然后跟小蜜一顿亲亲我我 心满意足地放下了电话之后 这铃声居然又响了起来 他想也没想直接提起来 对面是一个粗犷的男生 上来就直呼其名 小白啊 今天这一身意大利风很帅啊 小白纳闷了 这神经病吧 骚扰电话都打这来了 然而下一秒他开始慌了 电话那头的神秘人 把他在电话亭里的一举一动 还有他的家庭地址 老婆的名字 以及他的小秘密 统统报了出来 甚至还现场给他小蜜打起了电话 神秘人把小白的真实情况 一股脑捅了出去 他结过婚 骗过徒弟 一身人模狗样 也是想骗你去酒店 探讨一下生命的大和谐 说完电话一挂 还挺得意 紧接着就要给小白的老婆也打一个 唠一唠关于小蜜的事情 小白虽然气得不行 但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好掏出手机 表示算了 还是我自己坦白吧 他要抢占先机 然而接通电话 他并没有坦白 而是警告妻子 不要听任何陌生人的造谣 而在外面 两个失足女 因为小白霸占电话亭 丢了声音 也气得不行 准备去找大哥过来报仇 而小白也被这一波接一波的麻烦 弄得焦头烂额 他不想再跟神秘人玩下去了 骂了两句之后 准备挂电话 却听到了电话里上子弹的声音 然后下一秒 我去这什么情况 来真的 被一番恐吓之后 小白的身上多了一个小红点 现在可真不是闹着玩了 他抬头想看个明白 然而周围高楼林立 窗户就有好几百扇 想找红点来自哪 谈何容易 电话拿头的男生告诉小白 你不是第一个接起电话的人 上周有个艺术家暴毙接头 那就是我的杰作 而这艺术家实际就是个恋童癖 他最有应得 更早前一个股票经纪人 四处骗钱坑害了无数家庭 也死在电话亭里 你为什么会接到电话 自己心知肚明 别给我装傻 我还没玩够呢 这时师祖女带着大哥回来了 大哥拿了根棒球棍 嘴里念叨着倒计时 五个树之后 你再不出来 我就杀了你 小白很无奈 但他现在真的不敢随便挂电话 更不敢报警 神秘人却表示 只要你开口 我可以帮助你 说完 一个小红点出现在大哥的身上 而大哥这时也数完了五个树 一棍子砸爆玻璃 拉住小白就开始暴打 情急之下 他不得已说了一句yes 一声闻响之后 这位大哥感觉自己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向后退去 倒在地上 说杀人就杀人了 小白彻底忍不住了 他悄悄地掏出了手机 一边和神秘人周旋 一边偷偷报警求助 然后接线的警察智商太低 小白也不敢明说 只能话里有话的暗示 可这接线员就是听不懂 还把电话给挂了 结果这顿操作被神秘人发现了 还一枪打穿了小白的耳朵 警告他再报警就会直接毙命 这时老大被杀引来的警察赶到了现场 但这可不是几个 而是整个片区的所有警力 连各大媒体也来了 纷纷报道猜测这个电话亭 究竟发生了什么 小白一下成了全国的焦点人物 警察把枪命令他出来投降 一位警长也过来参与谈判 但聪明的他发现了情况不一般 感觉一直在通话的小白 可能是被什么人控制住了 还想跟他进一步沟通 但神秘人劝小白让警长退下 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小白不想再把事情闹大了 劝他回去 警长感觉到了异常 赶紧退了回去 立刻安排手下监听通话内容 可神秘人也早有准备 竟然给这通电话安排了层层加密 警方一时没有办法 过了一会儿 小白的老婆也来到了现场 他拿着大喇叭想和小白交涉 小白却大声喊道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女的 神秘人一眼看破了他的小心机 马上就把红点转移到了他老婆的身上 然后威胁他 当面好好坦白自己那点破事 不然就直接开枪了 没有办法 小白只好照做 冲着老婆坦白 被逼着把这点事一五一十的供了出来 眼看着小白招了 当着全国的面身败名裂 然后神秘人却出耳反耳了 表示自己还没玩够 小白崩溃了 他愤怒的撂下电话 准备走出电话亭就此投降 没一会儿 神秘电话再次响起 而这一次小白犹豫了 他不敢再面对神秘人 但那个红点又悄悄的爬上了老婆的额头 他慌了 大喊不要轻举妄动 而警长也从小白一系列异常的举动中 确定了自己的猜想 让他赶快接电话 不得已 小白还是接了 神秘人得意的告诉他 在电话亭顶上就有你犯罪的证据 小白晚上一摸 完了 是一把枪 这要是拿下来 不光是承认了自己杀了那个大哥 更会被警方当场击毙 小白实在是不敢 但又被好几轮威胁之后 只好放手一搏 他趁着假装跪下捡戒指的空档 拿出手机给老婆打去了电话 正是这一通电话 让警长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警长让手下加紧锁定神秘人的位置 而这时神秘人也玩够了 他向小白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把你所有的谎言公之于众 这样我就放了你 好家伙 这坦白了 那就是彻彻底底的社会性死亡 但毕竟小白还是不想丢下自己的性命 他硬着头皮坦白了一切 原来他确实是个渣子 买各种假名牌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大媒体人 靠近那些知名演员 骗他们的钱 还雇了一个实习生 利用他却不给一分钱 骗了一个小演员 还背着老婆私定终生 说完这些 小白也明白了一件事 他自己就是个骗子 明白了骗子是什么样的丑恶嘴脸 而现在的神秘人也正是这副嘴脸 小白在想通的瞬间就崩溃了 歇斯底里的骂起这个神秘人 而这时警方也锁定了神秘人的位置 警长通过暗示告诉小白这个消息 小白来劲了 疯了一样拿出头顶的手枪 走出电话亭 大声的向神秘人叫嚣 很快随着一声枪响 他硬声倒地 另一表警察也冲进了神秘人的房间 却发现杀手已经自尽了 而这边小白却没有死 原来刚才那一枪是警察射出的橡胶弹 就这样电话亭事件落下帷幕 再看看凶手 这不是被自己轰走的外卖小哥吗 难道是他安排了这一切 躺在救护车里 医生给小白打了镇静剂 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 一个模糊的身影来到身边 说话的却是刚才那个熟悉的声音 这就是那个神秘人 他警告小白 记住你今天的坦白 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生活 不然这个电话会再次响起 说完转身离去 人活一生 欺人或废弃 有谁能在世俗中 确保自己一生不说谎言 而有的人说谎 只是为了一个善意 更有的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谎言 但谎言多了 你总会收不了场